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如何把三重.txt 把它變成三重.xlsx 其實如果一個可以的話 25個可不可以批次 可以啊 比如說你有一個需求 你希望一個一個的 通通把它變成xlsx的話 也沒有問題啊 是OK的 所以其實這邊衍生的部分蠻多的 當然主要就是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文字檔 變成Excel檔 OK 那因為這件事還蠻重要 我發現如果給你文字檔 你沒有把它變成Excel的話 好像還是少了一個動作 因為比較常用的 還是會希望可以把它變成Excel 也就是把Excel變成資料庫來用 但是要怎麼樣可以 把它快速的變成一個 三重.xlsx 那這邊的話呢 我大概run一下 基本上的話把它run完之後 你可以發現run了之後 三重.xlsx就完成了 我把它打開 然後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總共四個欄位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好像第一個什麼 橘號吧 然後什麼帳號 然後它的郵局名稱 然後郵局地址 大概就是四個欄位資料 OK 那這四個欄位資料的話呢 如何可以快速的 可以把它放到Excel裡面去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原則上呢 你可以把它拆成兩個部分 首先第一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利用那個剛剛提到的那一段 這個程式 就是在雲端白板第五個單元裡面的 第十頁的地方這邊 有沒有 這一段 OK 就這一段 寫入範本有沒有 那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前面講過 寫入範本的部分的話 就是會需要怎麼樣 先開一個那個workbook 然後在這個workbook裡面呢 再指定第一個 它是這個工作蓄詞 就工作表的物件 所以基本上就是透過這一個 跟這一個 那把這個工作部物件 變成取名一個比較精簡 叫WB 它就是工作部物件 利用工作部物件 可以存取Excel的檔案 OK Excel檔案 然後呢 指定第一個 Active指定第一個工作表 當成是我們要寫資料的地方 OK 所以會產生一個 Shit的一個 這個 這個 物件 然後利用這個物件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append 這個前面有用過 那append的後面記得一定要給它的是什麼 給它的是一個串列喔 你不能給一串文字 那首先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老師那我三重 如果我要把它寫進去 那理論上就是一列有沒有 一列喔 寫進去Excel 那一列的話 你變成你要先把這一列資料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串列喔 也就是前後是中瓜糊 然後中間一定是豆點的形態 你不能給它的是一串文字 如果是一串文字很抱歉 它是無法寫進去的 所以怎麼辦 好第一個啦 當然呢 我們首先第一件事情的話 你怎樣你都不會的話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範本給貼過來算 有沒有範本在這邊 OK OK 你就把這個範本拿來 先Ctrl-C 然後Ctrl-V貼上 OK 第一件事 OK 那第二個的話 所以會一樣 反正每次一定會產生一個 工作部物件 跟一個工作表 那工作表一定是指定第一個 當然將來可以不用第一個 不過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 然後後面一樣是append append的話有兩個 其實將來我們只需要一個 寫入就好了 OK 最後的話呢 這個地方我就留一個 append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就是會 什麼樣 把這個 sample.excel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三重 三重 OK 那只是說啦 有個問題耶 這個地方 append的目前沒有資料 不過你說 老師那我要資料怎麼辦呢 當然 你就可以需要把這個讀進來 當然你模擬一下 比如說假設我們先寫一筆好了 寫一筆的話就是這一筆 那記得喔 它一定要是什麼狀態 一定要是一個這個 串列 然後這個串列跟串列中間一定要加逗點 而且如果假設 比如說我是直接把它貼過來 那每一筆每一筆變成你要自己手動怎麼樣 增加那個什麼 前後這個雙引號 然後變成你要再加這個 這很麻煩 OK 當然啦如果用程式來完成的話 該怎麼做 有沒有 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就是 應該是有三個 這個 這邊有一個 這邊再一個 這個再逗點 如果假設你是手動的話 不過這有點 我是只是示意一下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它寫到三重的第一筆資料 這樣應該就可以寫出三重了 那save的話 我一樣把它save到1點好了 1冒號寫線 OK 然後呢 這裡下 目前的話我只是寫一筆試試看 會不會成功 好 沒有錯誤訊息 那我來看一下 在1點底下有沒有一個三重.exit 裡面的話 應該就會只有一筆 打開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一筆資料被我寫進來了 沒有自動 有沒有 自動把它稍微調整 目前一筆 可是問題來了 老師你剛剛這一筆什麼來的 貼過去自己慢慢湊 可是如果假設 你希望是透過一個程式把這個檔案打開 然後把它切割的話 這個時候當然顯然就不能這樣做了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這一段先註解一下 我們重新寫一下 那個 就是說如果假設 我希望把三重.txt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都變成一個一個的串列輸出 將來可以把它擺在append這邊的話 那我的做法 我先把上面先註解 我分第二階段寫好了 那整個開檔還記得吧 f等於open open open什麼呢 open那個三重.txt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直接去開那個 把那個檔案路徑給它 路徑的話 我是放在 這邊 我是放在1點底下 所以我這邊直接 三重.txt 那這邊再加一個三重.txt 那這邊再加一個三重.txt 然後一樣的話 我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它逗點 開檔 讀取的話就read ok 那這樣的話就知道說 我要讀取的檔案 這邊加兩個反斜線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出錯 ok 那開了之後的話 接下來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要把它打開的話 那用f 之前的話是全部讀取 是read read的話是全部讀取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全部讀取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切割呢 這裡的話 建議你把它改成叫readlize 這個readlize的話 就是把它一行 有沒有 一行一行的讀取 所以理論上 它讀回來之後的話 我把它放在一個readlize readlize1裡面 就讀回來的這些列 那也就是說呢 它一筆資料 就是放一個串列裡面 試試看好了 把它執行一下 最後把這個readlize print出來看看 print 然後這個readlize1 那這樣的話理論上 我們三重裡面的所有的資料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右邊看到的就是會是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的型態有沒有 就是把每一筆資料 也就是這個字有沒有 開頭在這裡 中國阿虎嘛 它會把它放在這裡面 然後 不過你會發現呢 目前看到好像 一筆一筆的資料好像是對的啦 但是問題來了 它好像不是豆點分割 所以我們還需要怎麼樣呢 把這個資料切割 然後呢 並且變成一個串列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我們底下 就是把這個 再利用一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跟前面寫的一樣 0豆點 它這個串列的總長度 len 就是把它全部讀取的意思 把這個全部讀取 然後呢 它放回圈的話 就會一個一個幫你把它讀進來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 我要做什麼事情 它第一 要把這個list 這個串列的話 我中間一樣加一個i 它就會 假設i等於0的話 就會讀到這一筆資料 有沒有 這一筆資料 可是問題啦 現在不是串列 它是一個字串 那怎麼辦 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麼 切割嘛 OK 然後呢 它的中間分割符號在哪裡呢 分割符號是空白 所以我就直接怎麼樣 跟它講說 我要這個 資料幫我split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加一個 空白 跟它講說 我的分割的地方是在空白 然後呢 空白的 在前面再加一個list 用它來 先 取得那個空白的 切完資料的結果 把它print看看 print 我只有針對那個三重的部分 然後把這個2 假設這個list2切出來 它是一個一個的串列 其實 這樣應該就OK了 我看一下print 對 沒錯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話 透過一個spritzer 跟它講說 我的分割符號是空白 有沒有 它就幫我把它分別一個的 這個 這個串列裡面 那不過啦 你會說 老師那最後一個好像是換行 不過不管它啦 反正丟到Excel 其實它自動 就把它當成最後一籃 我們先暫時先 不要處理這個好了 反正應該這個不影響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 那這個不就是一個一個的 列 那我只要把這個一個的串列 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剛剛那個程式哪裡 append 這個裡面不就好了 所以接下來的第二個步驟 這個是應該 這個是把它全部的資料 變成一個一個的串列之後 再把它跟上面的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把它存成三重 點Excel XX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範本 這個是step1 step2的話 就是再把它用realize 把它分別讀到列1裡面 再用那個split 空白把它變成 然後再用來 再用來 製作單 製作單 再用來 製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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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單